来啊 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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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轢 上轢 对 社区大讲堂 不会讲太长 上课 激励 同学们好 老师好 请坐 昨天这个作业书上来之后啊 老师心里非常的高兴 非常的开心 我非常的快乐 但是有一件事情 让我不高兴了 张晓婉同学 你的作业为什么没有交 我作业拉家里了 你去哪儿 我真的写了老师 我都可以把那个 我的作文背出来 你背你背 我的妈咪 我有一个好妈咪 我的妈咪是一个 既温柔幼儿强壮的妈咪 老师不管你的妈咪有多强壮 但是我们这次课文的题目是 我的爹地 是爹地不是妈咪 你跑题了啊 但是让老师最欣慰的事情就是 三冠潮同学 文笔通畅 而且没有任何错别字 我们有请三冠潮同学 上台大声朗读 他写的作文 我的爹地 我的爹地 啊 我的爹地 我的爹地 是一名运动员 他有大大的眼睛 高高的鼻梁 虽然我调皮的时候 他偶尔会打我 我不听话的时候 他偶尔会骂我 但是 他为我指明了方向 我认为 我的父亲 是最伟大的 爹地 鼓掌 写得太好了啊 你是怎样把这篇 我的爹地写得 这么淋漓尽致 这么感人 跟同学们分享一下你的敬业 老师 因为我的爹地 今天也来到了现场 这位同学 这位家伙 冷静冷静冷静 冷静 写得还是不错的 我儿子懂事了 都是老师教得好 哎呀 冠潮同学 我理解你了啊 你 不敢不敢人 回到你的座位上 嗯 老师想说的是同学们 作业以后 尽量在自己 独立的情况下完成 不要麻烦爸爸妈妈了 好不好啊 好 下一个环节 造具环节 同学们 请用保鲜 来造一个生动的剧 老师我来 我来 我来 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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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 我来 老师我来造啊 你造就 我的妈妈告诉我说 水果放在冰箱里 才能保鲜 恨生活 坐下 还有那位同学 来 来 来 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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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小明的关系 很是微妙 我们的关系就像 小虫和小花 蜗牛与青蛙 豆腐一葱花 喇嘛和塔嘛 哑巴和喇叭 到南边来了个塔嘛 手里低着五斤塔嘛 到北边来了个雅 腰里别着个喇叭 两个人滴滴答答 吹喇叭 保鲜呢 吹喇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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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们啊 造具是这样的 我们一定要眼见一该 用保鲜造具 老师给你们打个样 好不好啊 好 保鲜 隔壁那家的鸡公保鲜 牛老师 不对啊 不对啊 你说你说怎么了 你敢来那两个 两个字不就对 不对啊 我明白这个什么意思 你居然在课堂上 敢公然地指出 老师的错误 你这种勇气可嘉 我要为你这种勇气鼓励 来 同学们 我们鼓励一下他 走 鼓励 好 鼓励鼓励 走 鼓励别人 怎么样 鼓励自己 收 非常好 其实老师刚刚做的是一个错误的示范 造具啊 是不能把字分开的 同学们 记住了吗 记住了 好 好 这个保鲜呢 从生活上的字面去理解 就是保证蔬菜瓜果肉类 这些容易腐烂食品的新鲜 我们好多吃两天 请问同学们家里都是用什么样的方法保鲜呢 老师老师 我家用保鲜膜 你来 老师老师 我家用蒸造剂 好 老师 我家都是放到冰箱里 把它冻起来 哎呀 说得好 不光食材要保鲜 我们人自己也是需要保鲜的 熔岩保鲜 对吧 好 那么同学们 怎样保持熔岩的新鲜 你像 我们什么小鲜肉啊 小鲜花呀 小鲜奶呀什么的 对不对 难道说 用保鲜膜把它裹起来 那会活活憋死 用干燥剂 那会活活烧死 把它放在冰箱里 冷冻进来 那妈妈会哭死 放手同学们 保持熔岩的新鲜 用刚刚的方法是不对的 老师有一个正确的方法 那就是 使用自然糖水光面膜 让你用完肌肤水光透亮 时刻 保鲜 这是校长交给我 植入广告的任务 有没有痕迹啊 没有痕迹 老师 我还以为是咱们的校训的 说我带了 同学们是这样啊 我们不光熔岩要保持新鲜 我们的身体也要保持新鲜 健康很重要 所以说我们要经常去健身房 有没有同学喜欢健身的 师傅我健 我健 我健 你健 你健 我第一次是我经常健身 你怎么健身 老师因为我经常用脑嘛 所以我锻炼的是脑肌 这块肌肉老师都不曾见过 你给我们展示一下 好 老师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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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危险了就不要展示了 好 老师 下一节课准备好 好 还有那位同学喜欢健身的 老师我健 我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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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健 你健 老师 我去健身房 撸铁 现在虽然没有哑铃 我们就想象 这是一支笔 它很重很重 我们一起来锻炼身体 好不好 好 拿起你的笔 感觉它很重很重 预备 走 把鸡肉迸发 蛋白粉已经开始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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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液熊 有人迟到了 老师 怎么那么多重远 我失恋了 然后你用个 手无足措 失恋了是这样的 我刚从机场 赶回来 我谈了很久很久的男朋友 他去了美国 我们分开了十年 我等了他十年呢 可他才看到我现在的样子 飞机还没落地 他就又飞走了 老师 为什么爱情就不能保鲜 他会过气呢 是这样的 莫志同学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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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爱情啊 我也想起了我心里 藏着很久的网子 我 我也有过爱情 但是我们不要提他啊 我们既然到了社会大课堂 我们就好好听课 我们回到座位上 一会儿再说好不好 我回到座位上 同学们安慰他一下 是这样的 同学们 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啊 会遇到很多不开心 不高兴的事情 但是没有关系啊 我们要微笑面对 我们要保持身体的新鲜 我们要保持心情的新鲜 还有我们心态的新鲜 这样我们才会每天开开心心的 高高兴兴 你们说对不对啊 对啊 好了 社会大课堂不会讲很长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这里没有老师 面对人生 我们都是学生 小课 耶 小课 不是 小课 是